第33题,33题,34题是题主,序东在画有十字记号的白纸上置一锥形瓶,瓶底中心对准十字中心,它在瓶中加入0.1大M流带硫酸钠溶液50毫升,并加热到指定温度,在按照下列实验设计,加入不同浓度20毫升的盐酸溶液到锥形瓶中,开始即使,并轻咬使其均匀, 记录产生的沉淀物恰可完全遮住锥形瓶底部实质所需的时间,请回答33到34题,33题是问,请问序东如要探讨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,应比较哪几次实验,这又是控制变因法,我们要了解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,就要改变温度,但是其他的因素要保持不变, 所以我们必须要挑选盐酸浓度是一样的,我们看到我们的实验当中,我们的甲乙丁的盐酸浓度相同,而对过去的温度恰好通通都有改变,于是我们就可以了解温度对于我们反应速率的影响, 因此33题问我们说,应比较哪几次实验,我们答案选的是B甲乙丁 我们下期再见